視訊握手玩不膩 臺日經貿會議閉幕 雙邊代表 邱藝人和大橋光夫 碰不到面沒關係 因為臺日橋樑已經搭起 談青少年交流 海關合作 停辦八年的臺日經濟夥伴 委員會也有望重啟 台面上話題當然少不了 扶石進口 因為解禁預告同一天期滿 下一步就等衛福部公告生效 開会式において私から 台湾の日本産食品輸入規制の見直しに対する期待を乗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が その後まもなく 台湾側で規制緩和の方向が発表されました 今般の決定は規制の撤廃に向けた大きな一歩であるとともに 日対経済関係のさらなる進化に資するものとして歓迎いたします CPTPP的許多会員國都對台湾表示歡迎 我們也看到尤其日本更是大力支持 這只是一個開始 還有很多的辛苦要誇業 CPTPP扣官門票看似到手 不過主席國已經換成新加坡 消息更指出18號登場的資深官員會議 尚未把台灣 中國和厄瓜多申請入會給排入議程 是否有其他會員國臨時提案 有關單位緊盯動態 因為想入會票票必爭 就怕中國攪局 解禁了有人說那你也進不了CPTPP 那我們只能說解禁了之後 起碼我們可以開始往前走 但是如果不解禁了 就很快的我們就馬上面對一個你損失了什麼 船審解開了 是否代表就此航向偉大航道 國家利益優先 政府務必資助比較 靜新文 葉甫 何坤仁 查通 谢谢大家